我告訴各位 我不會讓各位空手而回 我現在告訴各位陳其中為什麼下台 你們都說內鬥等等不 蔡英文出手一定要他走 今天我接到一個情治單位的電話 他在LINE裡面直截了當告訴我 他是說陳其邁下令去查倉庫的榴彈 那些還有彈役 那些役彈 他說第二個 他叫高檢署去查彈的流向 第三個查資金的流向 看有沒有流到所謂賴清德競選總部去 那我希望現在賴副座 那你聽到這個聲音以後 你要自清 你自清最好的方式 我們當著神明面前講 好 我們是不說謊話 如果賴清德對我個人有意見的話 就歡迎你賴清德來告我 好 這場鬥爭由蔡英文發動 所以我現在告訴各位 為什麼我講由蔡英文發動各位曉不曉得 陳其邁讓我們吃壞蛋 讓我們小孩吃壞蛋 把選民當什麼笨蛋 這種政府就應該讓他下台嘛 剛剛幹哥講了很多嘛 快篩他有沒有給我們答案 你快篩賣了那麼多的錢 究竟到了哪邊去 高端疫苗的錢你到哪邊去 然後口罩你到哪邊去 這些錢 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向我們選民跟老百姓交代 那這個貪腐政府 我們要不要讓他下台 要 好 這個是第一個小爆料 那第二個 我現在告訴各位 群雨喬小姐就是超市負責人 她現在身體健康分真的不好 我的朋友跟我講 那我不能洩漏個資 我好像記得 她住在高雄建國二路 還是七行二路 那我忘了 那我忘掉了 那我真的忘掉了 不然的話這就涉及個資的問題 對 所以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 她兩個地方 她在養病 那第三個 現在我要警告財英文政府 你把所有的資料送到哪邊 各位曉不曉得 送到日本 送到了日本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蛋是在日本作業 那你國內台灣本島一定會有斷點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海關的資料跟日本的資料 我們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搞不清楚到底蛋進來到底那有多少 今天很好線上三千人 我們再加油讓他衝到五千六千一萬好不好 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中天能夠盡快的斗內 讓中天電視台成為一個反貪腐的電視台好不好 中天就是街壁 他的街壁 我們是不分黨派 但是今天民進黨這樣子做 我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台灣所有從巴西進來的蛋 完整資料都在哪邊 日本作業 都在日本作業 台灣到了台灣已經是末端末端末端 這裡面我可以告訴各位 陳吉仲知道這件事情 大概只有一半 他只知道蛋的進來 但是在外面怎麼搞的 不知道 這是陳吉仲 那第二個 我現在我警告新潮流 為什麼 林聰賢跟新潮流帶進去的13個人 現在全部都在農委會 什麼陳吉仲下台 這個林聰賢下台 我現在告訴各位 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他們 為什麼不要相信他們 各位曉不曉得 真正蛋的進口的權力 掌握在林聰賢手上 所以我經常講 民進黨這個貪腐的政府 你不去推翻他是沒有天理 他把我們當作笨蛋 傻蛋 他自己當壞蛋 這種政府要不要把他推翻掉 好 講到這裡 我現在我就開始講整個蛋的流程 整個蛋的流程 他為什麼找秦宇喬 就是透過了秦制單位 我的手機裡面 都有這些證據 他們什麼時候談的 談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 為什麼先叫他歇業 歇業 復業以後 你50萬可以賺3800萬的價差 我講3800萬 3800萬 我想請問陳吉仲 我也想請問蔡英文 3800萬 真的只有3800萬嗎 我現在告訴各位 第一筆3800 以後各位去算一算 不只3800 那第二個 為什麼他要到日本作業 你整個日本的作業 是秦宇喬的女兒跟他的女婿 我再講一次 女兒跟他女婿 他的女婿跟巴西關係很好 所以才搭上這條線 這個不是我知道的 是某秦制單位跟我講的 跟我講的非常的清楚 他說第二個 他說第三個 秦宇喬超市公司 闖關成功以後 他把他的幾個條啊 咖啊 裝腳啊 通通找來 你們也可以盡壞蛋 就是謀財害命嘛 一個政黨怎麼可以謀財害命 蔡英文政府是不是謀財害命 是 今天在神明面前講話 我們不能說謊話 不然的話神明會懲罰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蛋 看到蛋 我們只注意到超市 還有其他蛋上慢慢進來的這些蛋 都在高雄外海 第二個 他說台灣根本沒有忍練 為什麼沒有忍練 台灣的本土蛋三天上市 所以他不需要忍練 但是呢 從巴西過來46天 那你46天以後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一件事 什麼事呢 超市只不過是幌子 現在我問農委會 到底台灣還有多少蛋 他講得清楚嗎 他通通講不清楚 那甚至於 我今天可以告訴各位一句話 這個非常殘忍的 你說那你不用中國大陸的蛋 可以 我也支持 但是 泰國 跟其他地方 向中國大陸買蛋 當作 洗產地的時候 我們進口的 都是中國大陸的蛋 你民進黨一方面說 不准中國大陸蛋進口 你准許泰國還有其他國家 可以去買大陸的蛋賣給台灣 這種政府 我只有三個字罵他 王八蛋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這些是蛋蛋危機 我現在告訴各位 趕快 充流量 我待會會越報越多 我希望大家抖內 支持中天 我也希望 好 看到 在線上看到的 趕快把消息傳播出去 為什麼 我們要揭發這個 貪腐政府的真正的面目 不單是農委會 薛律元 薛律元今天更過分的講 那些標示不實的都要罰 但是農委會不罰 請問這是什麼政府啊 官官相互都不能互到這種地步啊 明明一個政府他造假 沒事 你按照他的指示說 你就要重新 我跟你講一判三萬到三百萬 那些三萬到三百萬 請問 你叫這一些配合農委會的誕商 你要怎麼辦 所以啊我也罵這些誕商 蠢 蠢 你為什麼要幫民進黨 去做遮羞部的事 現在你罰三百萬 還有人來向我申訴啊 他還向我申訴啊 我說你們壞事做盡 黑錢拿盡 今天民進黨罰你三百萬還好 我說如果那是我的話 我要罰你三千萬 我就看你敢不敢作弊 一個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好這個是蛋蛋 我現在我在講二成湯的問題 一個成績重我講完了啊 我現在我講陳明文的問題 等一下 不好意思友華哥 我現在要插播最新消息 就是在現在齁 我們剛剛已經接到消息 就是在屏東發生的加工廠爆炸意外 已經確定有一位警銷人員殉職了 然後還有四位 深陷火場 也就是說現在正在大力搶救 都是消防人員 我們要為這些打火弟兄 給予最大的鼓勵 對不對 我們為他集氣 集氣 對 希望他們能夠平安脫離險境 還有曾慧英女小姐 再次抖內 謝謝她 好友華哥繼續謝謝 叫曾慧英啊 不是曾慧英 曾慧英 曾慧英小姐 我要謝謝你 我希望大家跟曾慧英小姐一樣的支持中天 盡量充流量 我現在開始講二成湯 送命二成湯 一個是陳吉仲 一個是誰 陳明文 陳明文 我上個禮拜 我在家一講 結果呢 我的資料 啪啪啪啪啪啪 我都收不完 他說陳明文的服務處 對不起 是偽見 住家是偽見 競選辦公室是偽見 也是偽見 然後呢 他太太開的也是偽見 就是說四成樓可以變成五成樓 所以各位看看 這個就是英系掌門人的德性 這種德性 那我不知道 台灣的選民 為什麼還要選這種 叫做什麼 兩個字叫認咖 對不對 對 那我沒有罵他 他很壞 他又爛 這種政府 就要用這種方式對付他 你要把真正的弊端 你要把它給揭發出來 當然 民進黨不會甩我 那我講賴清德 我講陳明文 講了那麼久 我就是天天求 天也求地也求 他就是不告我 那我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我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非常光榮 我現在就講 陳明文的事 陳明文 英系掌門人 土地五十七筆 那房子大概是二十七到二十八棟 哇 這麼多 欸 他從二十三歲奮鬥到現在 那也應該會有那麼多 但是我必須要問 我不管你 你的房子到底怎麼來的 我只問一句 柯媽媽的事要拆 黃國昌的也要拆 我們家的偉健他也要拆 那陳明文的呢 他說他們還沒有查報 那換句話說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要查報以後才能拆 我就不相信翁張良 你敢拆陳明文的房子 你只要拆的話 我告訴你 陳明文第二天就把你家的 一把火都給燒了 我告訴你 對不對 那祖墳燒了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燒那個 不 祖墳是他祖先的 他的祖先沒有為惡 我們沒有確確的證據 所以他祖墳 那我不去燒 我只是告訴嘉義縣政府 民進黨請你依法行政 應該拆的你就拆 你不要給我講那麼多的理由 這個就是我們的民進黨 我們的民進黨 剛剛許國泰委員坐在這邊 各位曉不曉得 那我跟許國泰什麼關係啊 為什麼我敢講說是許國泰 1984年我就參加黨外 他是我的戰友 他是我的戰友 那我們今天站了出來 就是說民進黨這個貪腐的政府 各位曉不曉得 你民進黨貪腐到一個什麼程度 再回過頭來 偽裝建築講完了 我回過頭來 我想問農委會的資料裡面 究竟有多少錢 這一些錢有沒有流到 賴清德的金庫裡面去 對 有沒有 那我查不出來 但是 我今天跟國稅局 我打了一通電話 我打了一通電話 問第一個 他成立了超市 他成立了一個公司 請問 他要去登記 是 超市負責人 請與求 自己登記 還是有人代為登記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每一個海關 你通關進口 報價你的蛋賣了出去 有沒有發票 沒錯 這就是重點 這要交營業稅 對不對 對對對 他不跟我講 那第三個我說好 他賺到的錢 他的流向流到什麼地方去 你不要跟我講 他賺三千八百萬 欸 差不多一億四千多萬顆蛋 各位去算算看嘛 一顆蛋 那我算他十塊錢嘛 就十四億了 十四億他賺三千 三千八百萬 那我就是問各位 你相信 你做十四億的生意 只能夠賺三千八百萬嗎 對啊 各位告訴我 很多錢都在日本 不在台灣 很多錢都在日本 不在台灣 那現在 情治單位 他只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 那國稅局高檢署 高雄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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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治單位 還有國稅單位 是不是要成立一個聯合偵辦小組 對 你把人通通給我 從日本 從西行二路 還是 還是建國二路 你把那些人通通找來 你要不要問一下 我現在問下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這批單是我張有華進口的話 請問一下 我一天會接到幾個單子 我幫他算了 一天啊 至少有七個傳單 傳票 可以傳我 所以我們現在講 這些弊案 一直會延燒到選舉以後 才會讓政黨人低 你才能夠 讓我們知道真正的真相 除了政黨人低以外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民進黨究竟挨了多少錢 沒有人知道 對 對不對 對 你們有誰跟我講 民進黨究竟挨了多少錢 那我不能亂講 在神明面前 我絕對不敢亂講 然而我必須現在告訴各位 他們跟我講 這一批蛋 你要知道 從出廠到運輸 如果那你知道 他保存期限不好的話 他一定降價嘛 對 那降價他還是用原價報 他說這個中間 就有三到四塊錢的價差 一億 一億四千萬顆 一億四千萬顆 所以各位曉得 為什麼陳吉仲下台的時候 賴清德講了一句 吉仲 你辛苦了 為什麼 蔡英文 到了最後非要陳吉仲下台 我現在告訴各位 就是要查陳吉仲 為什麼 陳吉仲他表面上他是英系的 事實上他騙人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根本是新潮流提拔起來的人 因為任何搞農運的 搞工運的 搞社運的 許國泰委員 是在這個地方 你問他 當年新潮流要的 就是這些人才 所以呢 他表面上 他表面上是英系的 但是實質上 各位曉不曉得 林充賢進去帶了十三個人 現在十三個 除了林充賢跟張清偉辭職 陳吉仲辦公室主任 還在農委會 十三個 只有兩個下台 各位 今天我們談談蛋蛋危機 有的時候我也非常生氣 我說國民黨可以用蛋蛋 把民進黨推翻掉嘛 這個是核彈嘛 就叫強強棍講的嘛 這些核彈 但是我們國民黨呢 只會去查這個蛋的流向怎麼樣怎麼樣 真正不重要 蛋不重要 吃到八豆類 你已經吃到八豆類 那真正重要的他的金流 他的金流到底弄得多少 各位知道 好 包含我們圖議員 他也曉得 對不對 今年的募款是我見到是往年最冷清的一次 但是民進黨他還是有錢 我想請問各位 這種貪腐的政府 你還能容忍他繼續執政嗎 這種貪腐的政府要不要讓他下台 這種貪腐的政府要不要把官員都送到大牢去 要不要 都要的話 我懇請各位 明年元月 投票正確的決定 就讓民進黨下架好不好 我再跟各位講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中天 能夠充流量 還有他的DONATE 讓我們中天除了赴台以外 成為台灣最會揭壁的電視台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發生了一個很悲哀的事情 就是在屏東這個地方 那大家都看到那個場面真的是 讓人家看得非常難過 可是 你說這個災變發生的一些原因 當然可能公司的一些SOP沒有做好 很多事情他需要重新去檢討 那該負刑責的 該對這整件事情負責的人 一個都不要跑 可是重點是 我們的消防弟兄 國家這麼多年來 我們真的很愧對他們 我講實在的話 因為 該補的人補不起 該給的錢不給 該給的裝備沒有 然後就要人家拿命去拚 就跟美國現在叫台灣一樣啊 美國現在武器 錢拿走了 武器也不給我們啊 叫我們用命去拚啊 我們為什麼要用命去拚啊 對 所以消防弟兄為什麼年年缺額那麼多 大家都不想幹啊 我本來是一腔熱血 我想為國家犧牲奉獻 結果國家是什麼 國家把我看得狗都不如啊 是啊 就讓我直接就把我丟到火場裡 叫我自己解決 你看 2018年的時候 蔡英文說 我們消防弟兄真的太辛苦 我每五年要增加三千名月額 然後呢 我準備播兩億八千萬 兩億八千萬雖然聽起來跟現在這個 好像沒很多 但至少是錢嘛 結果我去查了一下 兩億八千萬啊 是從2016到2019 四年兩億八千萬 一年才多少 七千 七千萬而已 他對我們的消防弟兄這麼苛刻 結果呢 唐鳳弄個數位簿 請問一下數位簿現在在幹什麼 有人知道嗎 沒有 他幫我們防個詐騙嗎 沒有啊 唐鳳除了每天出國去玩 請問一下他做了什麼事 然後他每天出來回來告訴我們說 都是老共認知作戰 那請問一下他幫我們什麼忙 好 就算是老共認知作戰 你把他擋掉啊 結果你擋不掉你束手無策 對 然後束手無策 每年拿兩百億耶 他這樣拿兩百億 我們的消防弟兄犧牲奉獻 今天已經 就這樣四個人就走了 對 然後呢 你兩億八千萬還要分四年才給 這像話嗎 你想想看這兩百億 拿去給消防弟兄多少 是 你如果能夠提高他們薪資待遇 提升他們的裝備 給他們更好的福利 讓他們能夠休息 消防隊會找不到人嗎 不會 我跟你講 蔡英文說 每五年要增加三千人 我去查了一下 有沒有增加 真的有 這五年來 2018到現在剛好五年嘛 增加了一千多人 為什麼 其實他真正增加的人是超過三千人 可是為什麼走得更多 因為受不了嘛 待不下去嘛 你知不知道 現在在台灣喔 我們的消防弟兄 每個月的工時是480小時 甚至到500小時 有些人力不足的地方就500小時 那你知不知道 我們不是常常喜歡跟韓國比嗎 對 韓國消防弟兄公時多少 大家知道嗎 多少 240小時 一半 那日本呢 日本更少 日本不到200小時 那所以人家可以休假 人家可以養足精神 人家有充分的裝備 當然他執勤的時候 就不容易發生危險啦 我們現在2500人的線上 是 那希望今天看能不能衝到5000人 我知道在我比較難啦 後面還有李勝峰老師 還有鄭春吉老師 這個任務就交給他們 那 謝謝大家 那我必須說 這個事情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國軍為什麼現在也找不到人 就是因為政府沒有提高他們待遇啊 然後每天在軍隊裡頭 就是練習掃地 要不然就是發什麼 出了什麼狀況就發什麼小卡給他 叫做這個事情不能做 好像幼稚園一樣 然後呢 部隊裡頭天天就是關槍關掉 每天在跟你打馬虎耶 然後長官來了就作秀演習一下 然後長官走了大家混吃等死 不就這樣嗎 這樣的部隊怎麼會有戰力呢 所以不是我們的弟兄不爭氣 而是國家根本虧待他們啊 你國家虧待他們 你憑什麼叫人家犧牲奉獻 我覺得這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 你看今天 屏東發生的這個慘劇 許明春也下去啦 蔡英文也下去啦 陳建仁也下去啦 他們提供了 這麼多好樣的家屬達理一樣 在那邊一直敬禮 一直鞠躬一直說 我們一定要加強 我們一定要給 小網弟兄更好的待遇 沒事承諾 承諾完之後咧 蔡英文不是說過一句名言嗎 2024不關他事了 對 他已經回家了 他回去養老了 關他什麼事啊 所以這些人都是來作秀給我們看 然後呢 然後我們的小網弟兄繼續犧牲 台灣越來越悲慘 這就是你們要台灣的未來嗎 這是你們要的嗎 不是 所以我們要怎麼改變 其實說真的 我並不是認為說 國民黨一定比民進黨好哪一句 國民黨也有很多很爛的人 我講實在的話 民眾黨也是一樣 因為這些人我都認識 可是問題是 民進黨現在已經越做越不像話 過去我們認為國民黨做得爛 好 給民進黨一個機會 結果民進黨一上來之後 發生什麼事 他乾脆不演 用力的A啊 然後什麼事情都可以硬幹 反正國會他多數嘛 他關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想過什麼法案就過什麼法案 然後他不想過的法案呢 他要告訴你 都是國民黨在主黨 都是在野黨在主黨 所以才過不了 在立法院誰打得過他啊 憑什麼黨 那些法案之所以不過 只有一個原道理 什麼道理 他不想讓他過 他不想過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一個礦業法是 蔡英文在在野的時候 就鬼叫鬼叫的東西 結果一搞搞五六年 不就這樣子嗎 對啊 很正常啊 因為一切只是他們想不想過 那這一次更可怕 最近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個蛋的問題 一個國家能夠把蛋搞成這個樣 根本就是一群混蛋對不對 對 因為簡直莫名其妙到極點 陳其中年要零下台的時候 還一直在那邊鬼扯說什麼 說欸 這個錢花的一點都不冤啊 不過五億七千萬 我創造六十億的效率 我剛剛跟大家提醒過沒有 他消防弟兄流血流淚 四年只給兩億八千萬 他露個蛋就五億七千萬了 對啊 這像話嗎 這五億七千萬拿去給消防弟兄多好 而且台灣到底為什麼會缺蛋 台灣以前蛋是自給自主的 我們根本不需要從國外進口 我們會少量從國外進口是什麼 比如說日本那種生石級的雞蛋 一些特殊的雞蛋我們會進 那其他我們一般大眾用的雞蛋 都是我們台灣自己生產 我們台灣蛋的品質也非常好 可是從去年 去年開始 就開始一直在缺蛋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節目上講過很多次 我說已經開始缺蛋了 陳吉仲你不趕快處理一下嗎 然後當時陳吉仲怎麼跟我們說 他說都是謠言 都是抹黑造謠 根本就沒有缺蛋 不是嗎 他不是這樣說的嗎 對 然後他偷偷再從國外進口 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這樣搞啊 然後 今年 我記得非常清晰 12月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就已經講 說今年又要缺蛋 當時陳吉仲又來了 認知作戰 造謠 中共同路人 都是你們在那邊故意亂講 我們明明供需就穩定了很 結果呢 結果 大缺蛋 大家自己都親身盡力了 但從二三十塊 一路飆五六十塊 七八十塊 一百多塊 然後呢 他知道蓋不住了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那個時候只要誰說缺蛋 綠營那些1450啊 那些側衣啊 那些號碎來講 不是缺蛋 是因為你窮 是因為你買不起 記不記得 都是這樣子啊 他們明明知道蛋價已經漲 明明知道已經缺蛋 但是就是死鴨子嘴硬跟你撐 然後呢 我們現在真相大白啊 他去年二月多的時候 開始已經準備要去買蛋 不就是這樣嗎 但是好笑的就是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當時林北好遊他們 就直接跟我們講 包括養雞協會也講 說每天的缺口是兩百萬到三百萬 然後結果呢 陳提仲說 那些都是鬼蛇 我們只缺八十萬 結果昨天 昨天他們自己承認啊 說這個缺口一直都有兩三百萬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所以你看 缺口一直都是 然後這個農委會主委 後來農業部長整天跟你裝死 然後偷偷想從國外進蛋 然後更奇怪的就是 明明有很多國家可以進蛋 最特別的 因為你說是急需嘛 我們過去從來不從巴西進蛋的 那為什麼要從巴西進蛋 因為你買不到蛋嘛 買不到蛋的話怎麼辦 只好說從巴西進來 那很奇怪 既然是專案 既然是急需 有一個生產雞蛋的大國在哪裡 大家知不知道 對岸啊 對 中國大陸啊 他當然會比較便宜 又不用飄洋過的海 跟你運四十五天 對 一天就來了 那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不跟他買 不行 中國大陸危險喔 他說 中國大陸尤其 記不記得那時候陳玉珍 金門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的 說這樣子好不好 你台灣現在有情流感嘛 你們缺蛋嘛 那這樣我金門的蛋不錯喔 我們沒有情流感 我們把金門的蛋送來台灣 是 不行 因為你們對面那個廈門喔 有情流感 所以廈門有情流感 那個鳥可能會飛到你金門這邊來 然後 你們這邊可能也有情流感 所以你太危險不行 可是問題是 我們從巴西進蛋的時候 巴西也有情流感啊 然後結果呢 去問他 他說喔沒有 我們那個養雞場 我們那個養雞場 是沒有情流感 可能其他養雞場有 那巴西 我們從巴西進蛋的 那個養雞場沒有 那問他哪一家養雞場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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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都不知道 請問一下他怎麼知道 那一家沒有情流感 對 那更好笑的就是 我就覺得 我下次有機會去巴西 我一定要去看看那邊的鳥 對 因為那邊鳥是特別自自 大陸的鳥會亂飛 可能會飛到金門 那巴西的鳥 我得了情流感 我就要很乖 待在鳥籠裡 我哪裡都不去 是這樣嗎 所以巴西的鳥 比較有力竭 是這樣的意思 我下次去巴西 一定要去看看他們 鳥長怎麼樣 因為不然的話 這什麼道理啊 什麼道理 誰告訴我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他們就是 滿口的謊言 這一群人就是一群鬼扯蛋 然後每天他跟你胡說八道 然後大家記不記得 先告訴你 為什麼他的蛋能保存那麼久 我們平常台灣一般 保存期限都不要一個月對不對 對 因為從局長出來 其實通常不要說一個月 我們自己去選蛋的時候 看那個期限只剩一兩個禮拜 我們都不想買 對啊 很多人都這樣 因為不要蛋我可能會擺很久 對 結果這個巴西的蛋 是運了45天來 在港口在停 停好幾個月 然後再送到席犬場 席犬場又給他冰火五重天 然後再送到大賣場去賣 這種蛋我們不是怎樣買 對啊 可是他告訴你這些蛋是很棒 巴西保證 然後呢 校呢 他的保存期限120天 欸 120天他怎麼保存呢 結果他跟我們講什麼 噴辣 噴辣 對 然後還特別解釋 就跟你手機包膜一樣喔 就跟我手機上包膜一樣 哇這真厲害啊 我就覺得奇怪 噴辣如果這麼神奇 蔡英文為什麼不去噴兩下 搞不好先從67歲變37歲 再噴兩下變17歲 對不對 有這麼屌嗎 現在線上2700了 剛剛講一下有用 增加200 再加油一下 我們目標3000 快一點 那 我跟你講 是不是有噴辣 就噴膜這種東西 確實有 可是噴辣 噴膜 只是減緩 讓它能夠延長它的保存期限 然後在這個期間會發生什麼事 它的水分越來越少 對 然後那個蛋的品質就越來越差 這是很基本 這是基本的自然現象嘛 這你不可以改變的嘛 然後你會相信一顆蛋 從母雞溫溫的屁股伸下來之後 熱的喔 然後突然之間拿去冷藏 冷藏變冰的喔 冰的時候送到港口 他說要先解凍才能夠上去 上去船之後冷裂 又冰的 然後呢到港口 坐船運過來 到我們的港口重新拿出來 又熱 熱的時候再冰 冰到那個倉庫之後 最後送到吸血 吸血的時候 用差不多四五十度的高溫再通 然後最後再到大賣場 擺來長溫 這個蛋你敢吃啊 我不敢吃 我也不敢 說真的 你不要去扯那麼多了 你自己家的冰箱 你把雞蛋拿出來 在外面擺兩個鐘頭 你看看 看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很正常嘛 我們大家都吃過蛋嘛 你其他的東西可以騙我們 你說什麼雲爆能源 其他的東西 我們小老百姓搞不懂啊 你們到底怎麼玩呢 什麼綠能 什麼太陽能板 我不知道 但我每天要吃了我會不知道 然後 還說什麼 你知道我聽到最離譜的就是 臭蛋 臭蛋你就不要吃啊 林靜宇講的喔 他你們有鼻子 你們有眼睛啊 蛋打出來壞掉就不要吃啊 鼻子聞到臭掉就不要吃啊 你為什麼要去怪陳吉仲 我不怪你 不怪誰啊 是你弄進來的 剛好笑的就是林靜宇 我們民進黨的大立委 他講什麼 他講說今天陳吉仲下台 都是你們害的 為什麼是你們害的你知道 因為你們都沒有幫陳吉仲講話 林靜宇你土匪啊 你拿了我的錢 A了我的錢 然後到處亂搞搞了我缺蛋 蛋跪了個鑰匙 然後最後還要逼我吃臭蛋 然後我還要幫他講話 我是怎樣我賤啊 我們是奴隸嗎 你們是奴隸嗎 大家是奴隸嗎 不是 那為什麼要聽他的話 為什麼要讓民進黨老是高高在上 為什麼讓他永遠掌權 為什麼要讓他榨乾台灣每一個人的血汗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你看他們光一個蛋都可以這樣亂搞 我告訴大家一個祕密好不好 其實進口蛋 根本就不是農業部該處理的事 根本就不是 農業部的職責是什麼 他要維護台灣的農業 然後要把台灣農產品銷到外國去 這是他的職責 可是從國外進口事情 進口這些商品或是雞蛋 抱歉 跟農業部無關 那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為什麼他要做 對啊 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是他的權責嘛 是 然後呢 更奇怪的就是 雞蛋的保存期限 是誰的職責 也不是農業部的職責 那是衛福部食藥署的職責 吳秀梅的職責 那結果很奇怪啊 為什麼 明明不干他事的東西 農業部會跑去告訴廠商 這個你可以保存多久 告訴他 你這個可以怎麼處理 你甚至可以直接變成實質轉型 我真的第一次聽過什麼實質轉型 可以實質轉型 一個蛋把殼去掉 他就變台灣的 那是怎樣 賴清德國要把衣服扒掉 他就變桃園人 是這樣嗎 下車到哪裡去 他一不一脫 又變台南人 是這樣嗎 我不懂 這到底什麼實質轉型 聽都沒聽說過 但是我有提醒大家 這根本不是農業部的職權 那公務員 我父母都公務員我最清楚 不是你職權的事情 公務員絕對碰都不會晃 為什麼 怕舒適嘛 怕擔責任嘛 不干我的事我幹嘛自找麻煩 可是一個自找麻煩的事情 農業部為什麼要去做 為什麼要去做 A錢嘛 不然呢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覺得陳其中看起來很笨嗎 我知道他喜歡裝的呆呆 但他實際上賊賊的 他賊的跟要死 對啊 我跟你講他哭是掩飾 他心頭搞不好在偷笑 你們這些傻瓜要被我騙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些人惡劣到極烈 一個不干他事的 他硬去找這個藉口 我現在嚴重懷疑是什麼 他們早就醞釀好這個 因為正常的農業部或是農委會 你每天出多少蛋 你自己能夠生產多少 還有多少隻雞 你應該都掌握得很清楚 然後未來三個月五個月 會有什麼發展你都很清楚 那陳其中為什麼都不知道 我認為他知道 他故意假裝不知道 對 因為這樣才能夠從國外運彈進來 他才好賺中間的差價 最神奇的就是 超市這家五十萬的 紙本盒的小公司 然後呢 然後 他弄了八千八百萬顆蛋進來 說要給他8%手續費 他就打個電話而已 所有的事情 全部是中央續產會搞定的 對啊 那為什麼他就可以賺八% 你知道嗎 農業部非常神秘的告訴你 這個不能講 這個有壓力沒有辦法 沒辦法 我跟你講他在暗示什麼你知道 老共 老共阻擋我們買蛋 是怎樣 老共要收過路費八八 不知道什麼意思我不懂啊 老共能施什麼壓力 你買蛋耶 你不買炸彈 現在跟炸彈差不多了 真的跟炸彈差不多 因為高雄不是有一定情侶 跑去吃個滑蛋家人飯 吃到血便 身上長那個綠色的眉耶 真的 超恐怖的 這根本已經是生物炸彈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為我們吃的東西 對 這個就是這個政府現在正在幹的事啊 每天A錢 我老實講啦 我從小到老 我今年五十幾歲 我看過太多的政府 過去國民黨也A錢啊 但是好歹國民黨A錢的時候 至少不會害死你吧 他現在是要A你的錢 要害你的命 謀財害命 眾人我們還能讓他活下去 是 這種政府還能夠讓他繼續啊 對 你們還要讓這種政府繼續下去嗎 不要 所以我們應該做什麼事 什麼事 下架民進黨 我告訴大家 下架民進黨 不是為了我們哪一個個人 也不是因為我喜歡誰討厭誰 而是如果再讓民進黨執政啊 我們大家都要活不下去 我們的子孫都要被害死啊 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蔡英文正在收集五毒啊 嗯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巴西臭雞蛋 一毒 對不對 日本核污水 兩毒 日本核福石 三毒 美國大萊豬 四毒了 我看蔡英文是非常想要在2024 他滾蛋之前了 把第五毒也燒給我們 這樣就可以練鼓了 對不對 這個鼓王就出來了 我看這個鼓王就是蔡英文他自己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他趕下來 一定要讓民進黨 再也不能執政對不對 對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